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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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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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反馈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been sure your vision 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一招根本就約了他開工的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我們覺得 我們看了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前 我作為議員 他們還沒找我 我就認為警方應該有一個公正 全面和 合理的調查 但是似乎看了兩個星期 我是有點失望的 甚至可以說是覺得 不是很妥當 但是當然 因為 較早前家屬沒有找我 那我就沒有特別 在這個問題裡面特別說過 但是經過和家屬商討 我們覺得應該在這個時間 就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他們 有一些向社會的訴求 當然我們 也容許大家 了解多些 事情是怎樣 事主現在的情況 那所以呢 或者我首先 請事主的兒子 公子 先講講他爸爸現在的情況 好吧 OK 現在我爸爸的狀況 還在睡在醫院 現在目前 有些少少清醒 全身都用不到 營養劑 沒辦法吃東西 喝東西 是 是 他是很小聲的 我們盡量大聲 重新說一次 大聲 盡量大聲 好嗎 好 可以 可以 現在我爸爸的狀況 就是 目前還在放在醫院 剛剛從那個 心血治療部 移至去普通病房 現在還在睡在那裡 吊著很多盒 營養劑 維持的那些 生態 之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動不到 沒有 喝不到的 情況 非常之嚴重 嗯 那你講講 醫生 或者是警察有沒有試過 跟你爸爸下口供 以及是 是否適合 醫生怎麼說 好嗎 曾經有問過醫生 我爸爸這種狀況 看看是否適合 他說是 還未適合 所以是 到現在 警方又沒有跟他下口供 還沒有下口供 而 那個家人 也沒有辦法 跟他講到那個事件 尤其是醫生 醫生怎麼說 他說不要特別刺激他 是嗎 是 怕刺激到他 OK 那 嗯 已經 兩個星期了 那究竟 我不知道 從他們家人的心目中 是否覺得 警方是有一個公正 全面和客觀的調查呢 或者我聽他的公子也講一講 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不公正的 因為 警方呢 到現在呢 到現在呢 都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給大家 給我們家屬 因為 當時 事發的情況 是完全不知 的 只是 警方提供那條 蒙茶茶的點 大家都看不到 還有那種情況下 但是 是否 一定要開槍呢 不可以 使用一些 溫柔的武器 低級的武力 或者警棍 胡椒噴霧之類的 去制服他呢 這個是完全沒有的 這裏呢 或者我作為議員呢 我就 有一個這樣的觀察 兩個禮拜前 我認為 警方 我當時還說的話 還說呢 因為有片 就走不掉的 真相應該出來的 我當時看也是這麼說的 誰知道呢 原來現在呢 看來呢 就 那個 店裡有一條片 向外 還有抓了一個 閘的 其實是不看得清楚的 當然啦 似乎警方 就 不斷說 透過他們的一些線路 就說 那個片子看得很清楚 怎麼襲擊那些東西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呢 就是 不足以 去做一個結論的 那我就以為呢 警方 因為當時是八點鐘 七點多八點鐘 就 深水埔站都不是 山卡拉的地方 很多人的 甚至很多的市民 今天天天都是那個時間上班 那如果警方是做問卷 找目擊證人 我相信是不少人呢 是會 去做證的 那甚至我不知道 會不會到時 就是當時會有 你知道現在大家有手機 又八卦 是吧 那 看看什麼事情 拍照 隨時片都有的 相片都有的 但是 據我所知 你們可以問一下警方 據我所知呢 到現在呢 沒有做過任何問卷 就是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到現在我們等了兩個禮拜 那究竟 是不是警方 聽完他們兩個伙計自己的版本 加上那條蒙蒙的片 他就已經決定了不尋求 獨立的目擊證人呢 就是你可以想像 這件事 警方開槍 如果是必須的 如果有目擊證人看到 可以確認 某一種的版本 某一種的事實 其實對警方也是有利的 但是警方為什麼不做呢 現在搞到我們開記者會 來到去 向社會大眾 要求 真相 如果你是 當時是在場的 我們好像做警訊一樣 希望大家市民能夠 聯絡 陶謹申議員辦事處 電話是27898833 搞到我們要找目擊證人 這個呢 我做二十幾年的 議員呢 不是很多次而已 老實說 因為 因為警方應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我去呼籲呢 還有就是 其實呢 我聽他的家屬呢 或者 姐姐你可以說一下 警方有沒有跟你下口供 還有下口供之後跟你說什麼 你告訴大家 警方又跟我下口供 就是事發的 7號第一天 10點至11點之間 警方接了警方帶一個電話 通知我去醫院 說我爸爸還要槍出了事 叫我馬上過去 過去呢 警方員原原是我呢 帶我去一間呢 訪宁那裏 說我爸爸還在找救 幫我力上口供 先 讓他 Holocaust案 勘捐員不會通知我去看他 但最後還是 코로나19 之後 乾群然後 錄的口供呢 IP後給我講 一些特別的事 就是要我不要跟議員 PAC到警方講一隻 こう多事之類 事後才發覺這件事很有問題 坦白說,我就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不過是匪夷所思的 你叫一個受槍傷的市民 當然他們家屬當然覺得要尋求真相,尋求公義 然後你的警察跟他落完口供,他還是在危殆當中 你叫他不要跟議員和律師說這麼多話 那你想怎樣?你想滅聲嗎?你想滅口嗎? 我很奇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所以如果你看起這句話,加上警方這段時間 當然,如果我怪錯警方,警方原來 就是找那些什麼大數據 八達湯 原來前後15分鐘,總共有7500人 我們訪問了3800人 就發現有49個看到那件事的,落了口供了 如果警方是真的這樣的,我跟他講對不起 但是我所了解的,就是什麼都沒有做 那究竟是不是就是,警務處長可以就是聽完兩個伙計說 看完那一套蒙蒙查查的片,然後做了結論 然後就已經不需要再查了 我們是不是對一個 開了窗 而是可能會導致一個市民 就是我不想特別說,因為我怕大家如果有些片子回到周生那裡 可能他就會失去了一些意志來求生,或者是康復 其實這個處境是不太好的 就是,我叫兒子不要說這麼具體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是傷到脊髓 醫生說的那個情況,是不太樂觀的 那所以,這麼嚴重的槍擊案 是不是都應該找一些當時看到的目擊證人呢?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的,沒辦法,不知為什麼 這麼多人走過,原來都沒有看到的 或者看到只是看到兩秒,然後就走了 入閘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令人很慘,很失望 沒有可能是敢查案的 是什麼呢?是不是有偏幫的成份呢? 你是不是想找出事實的真相呢? 我覺得這個要公道 我今天我就 找了譚老闆 因為呢 他是周生的直接上司 跟他已經十幾年做判頭的地盤工作的 這樣呢 就 他很好 他說我口罩也不用戴 他說 我就想說回 究竟當日 當然,你記住 譚老闆是不是說到當時發生什麼事的 不過他告訴你 究竟 周生的那把戒刀 是不是跑去打劫呢? 是不是跑去攻擊性武器 可以做賊呢? 想做什麼呢? 不發企圖呢? 還是他的職業是什麼? 他原本是需要怎麼開工 那個是什麼? 是不是配備來的呢? 我相信呢 也可以作為一個背景 讓大家都知道 因為現在是沒有人說過這個背景的 而更離譜的是什麼呢? 以我所知呢 到今天,兩個星期了 警察是打電話給譚先生 但是 說了兩句之後 連待會他跟你說的話 作為口供也不下 那怎麼辦? 你想誣他才有戒刀嗎? 你想誣他拿戒刀去做世界嗎? 這個背景是很重要的嘛 為什麼一個重案組可以這麼麻煩 那天為什麼戴戒刀 去做什麼 是不是開工還是去打劫? 都可以不下這份口供呢? 譚先生你說說 調個位 調個位 你坐個位 各位前媒啊 各位朋友啊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人是周生的老闆來的 周生是在大陸申請出來說的 他一出來就跟我跟到現在 他就是一個裝修師傅來的 不過我們通常呢 他通常呢 每天晚上下班呢 或者做完每天都會電話找我呢 老闆啊我去做完事了 明天要去哪裡做 通常會聯絡我 我去星台做 星台就是黃金海運那裡 他說 你啊 八點鐘呢 在地鐵站 前往地鐵站 北手等我 我通常在那裡扯一扯 一扯一扯 去海工 那天呢 八點鐘呢 在地鐵站 等到八點三那裡 打到十幾次電話 電話通 沒有人聽 我以為他自己 搭車 自己上班 所以沒有等他 事情是這樣 然後呢 到了十一點左右 那時候呢 重案組呢 給電話我 我問他 那個周生是不是你的伙計 我說是 是 今天你是不是約過 今天你是不是約過去工 我說是 我約過去工 我講他 那樣的情形 我當時呢 我開了一部車 在街上 不方便跟他說那麼多 我說 我這樣啦 你最賺時間 你最玩我 我已經在街上 講電話 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 掛了線 周生的人呢 他平時呢 他人呢 沒有文化 沒有什麼文化 但是 做事是OK的 做事是OK的 他人呢 總之要有工 他就開工 沒工就沒辦法 有工就一定開工 他人呢 在我感覺上呢 他幫人家裝修 在人家家做事呢 他從來都不碰人家的東西 這是良好市民來的 你講講呢 那個戒刀呢 是不是你們標準的配備 還是不是的呢 嘩 戒刀呢 我們每個師傅 是一把戒刀的 通常呢 重型格生 是我給他們的 但是 那些戒刀很輕的格生 他是自己自備 因為有時候呢 為何他要自己自備呢 因為有時候呢 我以前不記得拿這麼多東西 他做事呢 有時候呢 英人一句定封 他要多計算 他有時候 戒刀的煙鞋隊啊 或者戒刀的糕啊 戒刀的糕片啊 或者 做事很方便很多 所以個個都要不計算多 個個自己的戒刀隊 要不計算多 OK 嘩 我講多一句 然後就給你問 就先問了他 因為他免得再移個位置 然後他就回到中間 就給你問 好吧 OK 嘩 嗯 具體呢 我們尋求目擊證人那裡 是這樣的 有兩三點要講的 第一點呢 就是 如果當時是目擊到 嗯 是 看到過程的 請你跟我們 陶瑾新議員辦事處聯絡 如果你有拍到片 或者影片的 也請你呢 跟我們 在同意之下 可以交給我們 嗯 如果有一些的目擊者 是已經聯絡了警方 而有 或者沒有口供也不要緊 而你也想告訴我們 這個過程 這樣呢 是絕對可以的 法律上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 rule 就是叫做 There is no property in the witness 證人不是屬於任何一方的 那麼 我也不會 陶瑾新議員辦事處的職員 和我呢 或者他們家屬 也不會威逼利誘 這位任何市民的目擊證人 死你放心 所以呢 如果你是未落口供 或者根本沒有警察找過你 而甚至你也覺得 需要還原真相 給回社會一個公道 當然我們覺得要給回周先生一個公道 也給開槍的同事 警察公道 因為呢 我們社會是相信真相的 所以呢 希望呢 各位市民如果能夠 有這方面的資料呢 是請跟我們提供 你 也可以同時向警方提供 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 證人不屬於任何一方的 這個是將來呢 也是公平的 如果有審訊 公平的審訊 OK 好了 如果大家 有任何問題想問 譚先生 就是他的上司 先問 好嗎 否則他調回個位置 給大家再問 好嗎 有沒有 先問他 其實他很簡單 他說的背景 OK 我會回答這些記者朋友的問題 周先生 我會回答這些記者朋友的問題 他一個人是自尊心可強的人 通常呢 我們現在做事 做這些 通常呢 周師傅說你做的事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 他們是很開心的 周先生說你做得不對 不妥當 他們是不開心的 他是一個自尊心可強的人 那些重案組 那天打電話問我 我都會說 他是一個自尊心可強的人 那他有沒有 如果是一些人 可能對於他的工作 就是可能會議 或者裝修員的工程會議 那會不會跟一些 就是單位業主 會有爭執 我這些業主從來沒有爭執 因為通常接觸業主 是我接觸的 他沒有份接觸的 我知道呢 他可能他裝修的身世 他做可以裝修的身世 當然不會寫稿 人那麼斯文 雖然警察周時查他三分之一 可能他有些不滿 他知道他 他以前是否常常被警方查 是 怕曾被你查 就是不開心 都是不開心的 那些人 那些人 想問一下你和周先生 你請了他幾多年 十幾年 請了他連發 不知道 十幾年 他來香港跟跟我 我跟到現在 所以他就聘請了 我都知道 他幾時來香港 他應該九幾年 九幾年 即是他20年 九幾年 二零幾年 都是看他身分證 他身分證 他一來香港就跟我 看他身分證 就知道 我現在不方便來講這麼多 但是之後那次就沒有再找過 沒有找過 到現在兩個星期就沒有找過 就是沒有去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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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治的口供也沒有下 政治的口供也沒有下 不是 你記住 是他願意說 而警方選擇是 不要這個口供 至少兩個星期內 他沒有下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因為你很簡單 你說人家是床有攻擊性武器 那他是什麼職業 他是不是一個合理的 大戒刀的人 還是你說他原本 7點到7點半就打劫 打劫完之後就回地盤了 那你也起碼有一個背景 是不是 出門口的時候 由出門口 那個陸像去哪裡 是不是 那你也看 是不是 這個背景很重要的一個人的行為 背景 是不是 那你還把戒刀 那 你連老闆說了 他也不老公 那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客觀公正的調查 就是 OK 好了 兒子 你說 你補充 他人是很老實的 他人是很老實的 以前我給多 戒多一工人半成官工人 他會給我錢 他人是很老實的 他說不是 不是貪小便宜的 就是 他性格 他性格 他的脾氣 很少 他人文化少 讀書少 智隆 很多人 但是做事 他可以頓責 做事 很勤力 人人都要脾氣 每個人都要脾氣 要脾氣 這是事實 不是 他意思是問你 是不是他特別是一個很脾氣 很火爆的人 不是 不是很火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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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沒有 沒有這些紀錄 沒有這些紀錄 有收工人 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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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時間 動多動槍 那些事 沒有發生過 沒有 沒有見過 十幾年了 雖然我可以幫他 說他公道說話 那天他第一 我認為警察會不會對良好的市民 過分使用武力 正式的責任 這個武力當然可以 但是這些良好的市民 會不會是過分使用武力 打到他這樣 搞到終身懲罪 未必 不要說 不要說到這麼肯定 OK 陳先生 他有沒有跟你聊天 提起他 就說2013年 他抓到他有執照 沒有提過 我不知道 這些人不知道 我想你不要問他那個事發 他不是現場 他不是證人 我們現在還要找證人 現在還要找證人 希望 希望 要目的提供給 圖謹申議員 是嗎 可以說一下 莊西師傅身上 可能被警察接的時候 有被解刀 會怎樣 沒有他 我也有時候 有解刀 我也有 那天 那天 事發的那天 11點幾 送運組 打給我 然後 我四點幾 就去探 周生 我當時 進去 子樓 二樓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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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醫生 你要探 你問我門口 整個警員 警員 警員 我 跟他登記 我身份證 說 他看來 都要計多 都要計多 即是你帶去醫院 都要計多 这些师傅是日程需要的 他负责戒烟吗 不是戒烟,日程都是注意事, 十多数月都要多用 戒烟来队,尤其是计膠, 我们有时切了些膠,又切了些膠下去 经常有的,我们师傅个个都有的 本身那天有些重点呢? 那天去圣台那里, 那天去圣台那里,那些分身的旧楼的膠就老花了 切了它,然后又切了些膠 玻璃膠,玻璃膠,玻璃膠 还有地图的那些风水膠都要做的 OK,好,调回位 好,有什么问题要问儿子的 可不可以说一下周三的情况 他是不是清醒,可不可以跟他聊天 还有医生有没有说过他现在的情况 是已经稳定了,还是还是状态的 现在的状况还未算完全稳定 医生有这样跟我说过 要看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 现在的状态都是说一句,答一句 还有就是全身动不了啊 那些之类的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当年的事吗? 没有啊,我也没有敢问他 因为怕刺激到他 他心情是什么? 心情都平时一般般 周四 有说呢,你刚才跟医院就说 伤到一只,伤到一只 那医生,你跟医生,你跟医生,你跟医生 可能会将他要上到那个行动啊 或者是 有啊,有讲过的 基本上呢,都 走回来的机会率是非常少的 可以回来的机会率 可能有机会 是吗? 是啊 是啊 现在是暂时的判断 就是这么说 我们不要说得这么确实 因为始终 是啊 是 就是这样 这么说 我就想问回 刚才我们问涛珊 你们最亲密的问题 我想问回 他以前不是和警方那些有争吵 或者 不服裁的 警察都透露过 和说支持几年前都试过打警案 我想問問當時的問題是否因為這樣 這件事都看到警察也很好的 可能都不開心 我覺得差一點的心情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曾經好像是有試過 你其實是否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當時應該上過警察 或者是都下過 那時候我沒有去警署 因為我的老伯和表哥上過去警署 其他親戚 其他親戚幫忙 因為那時候更小 但知不知道當時發生過甚麼事? 不知道就是襲警 具體情況是不知道 他有沒有跟這幾年說 會不會你們出街或者甚麼 見到警察都不喜歡 或者平時家裡會不會有些 一些語氣 行為都不接受到警察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應該 對 因為他很少出街 除了上班之後 收工買送 就回家 基本上很少出街 看他多不多說話 或者跟你們分享一些想像 都有說有笑 也沒有 也有的 但有沒有錯誤? 沒有那些 對 我們都形容一下 爸爸的性格是怎樣 平時對你們 例如在家裡的時候 對你們是怎樣 或者成交是怎樣 在家裡對我們很和諧 即是有沒有說 例如在家戲 不會經常發戲戲 那些 基本上都不會 我想問你對於爸爸發生了這件事 例如在家裡前 就是這樣說 有沒有一些 即是有送過 公平和願效的 是怎樣的 有啊 對 怎樣的 對 怎樣的 因為警方到現在 還沒有給我們一個 合理的答案 沒有理由 對 完全是沒有去做一些 去分析 為什麼要開槍去射傷我爸爸 導致他現在嚴重地 躺在醫院呢 上星期六 CP都有答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女警都覺得是 沒有違反武力指引的 即是說那個女警不退後 那可能女警受傷 或者你爸爸可能會衝進去地點站 那其他事物怎麼辦 就是當日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CP當日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CP當日的說法 你覺得怎樣看 CP也是警務處長 現在那條片是完全看不到的 他只是單方面 聽那個女警員的口供屬實 而我們都完全沒有聽過那個人口供 或者 看那條片 他看到我爸爸當時 用什麼情形去 襲擊那個女警 為什麼要射傷他呢 因為全部都是由警方 單方面去說出來 我覺得最公道就是 兩件事 一是你地鐵另外有片 第二就是你當時 我估計應該還有些人 看到的 但是你已經 這兩個禮拜 用這個態度 放棄了尋找他們 如果我怪錯他們 他們說出來 反駁也可以 我覺得搞到我們兩個禮拜後 在家屬這方面 來尋求目擊證人 我覺得其實警方已經是失職的了 我希望這一點呢 能夠 警方也給一個合理的交代 我作為議員 監察警方這麼久了 怎麼可能呢 你是重案組來的嘛 喂大哥 如果那個能夠確認你的同事是做得對的 喂 你是絕對應該找的 還是你根本是害怕呢 或者擔心自己的同事 未必講真相的全部呢 那你就不找了 你就不找證人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是吧 喂 就先我所說的 不是難的 喂 你想想 如果一看開槍案 你試試開槍 找走了匪徒 你看看你會不會用大數據 檢查那些什麼八達通 然後跟著呢 盡量 那幾天 因為 同一時間上班的時間 就算他不是每天都 7點45 46分 喂大哥 都 15分鐘前後 那你如臨大敵派些問卷 問一下誰看到 寫下他先 然後手來電話 到時再聯絡 或者甚至你 看不到 但是你昨天的同事看到 告訴你 是吧 那都可以的 是吧 沒有可能不找的 現在就是 警方是放棄了去找目擊證人 然後就 我伙計說就對了 這樣 那你說 從另一方 現在又醫生都證為 他未能夠去 說到話 那 喂 是不是公道呢 那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我已經等到兩個星期 我才出聲的 已經 都不過分了吧 就是我已經斷定了 原來警方今天是沒有興趣 作為目擊證人 我才出來去 要我們那邊尋找 開記者會 那你警方做什麼 你是不是公道調查 是吧 你記住 我從來我從day one開始 我作為議員 我說我判斷不了 我說我警察同事是有權 如果在危險裡面保護自己的 大家全部都是on record的 OK 我不是偏幫任何一變 也不是因為他找我 我偏幫他 一個問題就是 我看上去不對勁 我作為監察警察調查 公正性的人 我真的不相信會這樣做 你想想 連譚老闆 跟他說完了 知道他對的情況 說了他的 preliminary 背景 去解釋那把戒刀 你都選擇不去諾罰口供 那是什麼態度呢 我不知道 老實實 你問我 我覺得 投訴科也要調查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樣投訴 我們的警察是有這樣的水準的嗎 我打死也不相信 我打死也不相信 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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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有這樣的 我打死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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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的 特朗木頭,郭马周, 上海海门, 上海海门, 上海海城, 上海海区宗, 上海海城, 在港傘, 在元源山山山, 纵论市, 沙水泊, 在省水泊, 在山水泊, 在 information, 在菩水泊, 在港亚海城市, 上海海城市區柏林, 在市民尋庄航, 到Plio市中林林有何公里, 在市民尋序航空, 上海海城市, 上海城市区域, 下海海城市, 在道風景位, 上海城市, 上海浪, 下海浪, 下海城市警方, 無, 在工物門搜vale, 公司提供筆 I mean there may be a habit of going to work in such a roughly the same timing I think so there is very easy to to find independent witness at least to collaborate or to negative the version offered by anybody well it's very unfortunate that the injured person still after 14 days can under medical opinion not suitable to offer his version well of course the injured person has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but I think it's a point the police to find independent witness to let the public to know the truth and to have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the truth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er it seems like its case closed already so how will you follow up on this? well I'm totally amazed and I feel totally unacceptable that such a very serious injury incident of a police shooting incident would be treated in such a relaxed manner and certainly not exhaust all the possibility to restore the truth 请问一下乖説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呢 警方在其实事件发生过之后呢 就有没有说很直接和你解释 那时候那时候女警会发生了这个决定 还是通过电视来说是否直接和你解释呢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即是没有直接跟你讲过 为什么当时这个女警决定要开枪呢 是啊 是啊 那你即是怎么看呢 嗯 你觉得为什么不是继续被解释呢 是的,是的,我覺得他有隱瞞之類的 而且警方中間有沒有跟你說過 可能當時他事發完之後 可能問過多少個證人 有沒有多說一些詳細的詞語? 一切都沒有透露過給我們 為什麼你要他解釋他爸爸的情況 會不會很奇怪啊? 他都說不知道了,我告訴你 那我最後做個 有消息指你爸爸的情緒有問題 這方面 精神病啊那些 你說吧,你爸爸有沒有精神病? 是沒有的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說 其實到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有件事發生 或者到現在自己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對整件事發生 我覺得很累 又要擔心我爸爸 然後又要顧及我自己的家庭 我說兩句 就是我 為什麼我收了他的個案之後 我很不安樂 就是因為 那個警察呢 譚生就不下口供 那天解釋是戒刀的背景 還有開工那天 兒子 就叫他不要找議員律師 不要亂說話 然後然後就不去 找獨立的證人 又不派問卷 那你就是想怎樣呢? 簡單來講就是因為你有夥記開了槍 然後然後呢 你就不想查了 我就認為是這麼多個了 收夠醜 我就認為這是真相 這個就是現在警方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這幾點 這幾點合起來 不是一個獨立事件來的 是這幾點你看到是 是很清楚 你想想 不可能譚生為 你落一份爛鬼口供 你假假的都是解釋那把刀嘛 是不是 那當然你最後 你當然要問那個事主 為什麼你戴刀呢 是不是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他那把刀 他做這一行 跟著十幾年 那天八點鐘去荃灣等 然後跟著去開工 然後他告訴你 每個伙計都要戴刀的 OK 那你這個背景有什麼可能 你不擺一個file啊 你是不是失職啊 我真的問警務處長 你問問他 究竟 是不是這個就是我們警察 要這樣調查 你要公道才行 是不是 我告訴你 家人來找我的時候 他不是一開波就說 我爸爸一定是冤枉啊 什麼什麼的 他不是這樣看的 他今天呢 你看他講話你就知道 但是你也要公道 你給他社會的公道 不只是給他家人的公道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這個事件發生 是真的令到女警受襲危 有生命危險的 個個都有權保護自己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究竟 社會怎麼訓練我們的警察 是怎麼用不同的武力 夠真正去應付 這個是我們 個個個都有 家家有求的 大家都有可能是危險的 今天我躺在做醫院 可能是我們 誓事大家一個人 所以我們要求的真相 要求一個公道的調查 其實這個是社會的公眾利益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傳媒也都問一下 你今天就去問一下警務處長 為什麼我說了三件事 可以不做的呢 是不是 這麼簡單而已 沒有可能的 真的 沒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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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說 你剛才說到 你這個問題 對不起 我很客氣地跟你說 如果你是暗示 我們市民要追著警方來下口供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已經聯絡到他 你記住 如果有一個人 是一個秘密的老闆 他根本不知道他跟誰打工的 沒得說 可能現在是一個目擊證人 我不知道警察怎麼知道我是目擊證人 我主動去 這個是好市民 但是你記住譚先生的例子就是 他已經是聯絡到他了 11點已經 還說 你遲些找我 我就是不找你了 因為你的口供是什麼 就是解釋一戒刀 我現在說他是藏有攻擊性武器 那我就不想你有口供在這裡 這個是我小人之心 他就是不想有這個 废舍律政司 解釋得到的時候 解釋了這個 charge 所以就是因為他可能不想 所以如果市民更加主動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告訴你 我今天開了這個記者會 叫譚先生來賣 你記住 他第一次找我的時候 他們呢 他有很多夥記來找賣 他們的夥記覺得 這個和他的同事 是一個什麼的人 他們是很熱心來 去支持他們的家人 我做了二十幾年申訴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人找我 他們什麼人 對那個人的印象 我也有了解的 我告訴你 我一聽到他 聽到那些夥記怎麼說 就很清楚 我不敢說當時他的人 喂 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保證 喂 當時怎麼反應 但是起碼背景是重要的 你既然今天多問背景 什麼襲警那些 我同樣告訴你 譚先生這個是什麼背景 這個背景還直接是 去到八點前的時間 還是相關的一個事實背景 那我希望呢 警方也公道一點 我告訴你 我有信心 開完記者會 他現在看完直播 他馬上找他 已經打爆機了 我幾次都要開記者會 指出他的問題 下午就去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中科 叫他快點去找那個人 拿一條片 我在下面講完 站 up 而已 中科 告訴我 他已經收到電話了 馬上找他了 上次的事實欣賞 您不想知道 他問一位 人家那些人 是訟治的 現在 警察 查原來 官大臣 委員長 現在 照片 講完 人家 兩位 馬上 the injured person's immediate boss who can explain the daily work and the equipment that Mr. Zhao has to carry and in particular on that day with that small knife secondly the failure to appeal for independent witness for 14 days the failure of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 into some simple station appear for independent witness we do not have an explanation certainly from my point of view of a legislator who monitor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for 20 years I think the investigation is a complete failure the Commission of Police just choose to believe his two constable and a unilateral version of the facts without finding any independent witness or at least to find an effort to find an independent witness I think it's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duty of an impartial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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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